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扶植今年创业圆梦的基地呢 这幕后的推手是谁 快跟皮皮一起去找他吧 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善果餐饮的创办人 严新庸 严总 你好 皮皮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来到这个Vegan Nala 然后有在这儿用餐 是 谢谢 那其实我相信有很多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都很好奇 就是Vegan Nala是善果集团的 其中一个品牌 是 对 但您很多的品牌 都是做就是套餐食事 或是一份餐点 一份餐点 这样子的方式去点餐 怎么会想要做成Buffet呢 过去我们并没有经营Buffet的经验 对 然后来到这里我们发现 有一个需求 就是有包厂的需求 同时有80位到100位 进来用餐 必须快速地能够让大家吃得到 所以我们就决定试看看 用这种Buffet的形式来经营 是 因为其实这个环境 在车站附近 是会有很多的 不管是旅行的朋友 或是来台北的朋友 或是本来就是在 这附近工作的朋友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大型的场合和聚餐 对 因为它是一个 很开放式的环境 所以也有很多来这里 办活动的这些需求的话 它可以同时来这里 一下用餐 其实Buffet我相信吃过很多朋友 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自助餐 是有非常多的菜品 是 对 然后但这个环境 其实没有说到非常多的座位 是 是 是 然后餐点的部分其实 没有到像平常印象中的 自助餐的这么多 是 是 是 应该很多朋友会希望 可以增加菜品吧 好 我想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概念 是一个清Buffet 清Buffet 对 推动的是绿色的饮食 自然希望它可以环保一点 是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经营的是 50到80道菜 难免每天会有很多的圣食 让不要 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 就觉得比较可行 那我发现 其实我们一般在家里面吃饭 大概是四 五道菜 那我们这里提供大概是八到十道菜 然后有两种主食 然后有一个丰富的沙拉吧 对 非常多食材 它经常变化 对 我觉得其实这样是足够的 然后每天也不会有很多的圣食 所以我们就设计这样 清Buffet的概念 是 因为其实我刚刚 也有一起在这里用餐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荣幸 谢谢 对 然后刚也有发现 就是用餐到比较后段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餐点 就是已经都用完了 对 就是真的没有浪费 那让大家其实也吃饱了 因为吃到后面发现 其实我每道都有尝到 是 我也饱了 我一直提倡一种 待客如亲的经营理念 想像我的父母亲来这里吃饭 我们应该会让他一桌吃得很丰富 用比较好的材料 所以重点并不是有很多菜 而是说这些菜里面 都是用好的原物料 让他能够吃得比较安心 我们宁可餐出完 再炒一次 再做一次 让客户可以经常 一直夹到新鲜 比较热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这里没有很大 但是我觉得 有点像是一个比较家庭餐厅 你随时约家人 约朋友来 他就觉得很方便 三 四个人来这里吃饭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 而且很多的生菜也都非常的丰富 其实我刚刚在看我们沙拉吧的这一块 尤其是生菜沙拉这一块 我觉得很用心 里面有鹰嘴豆 毛豆 然后当然还有藜麦 还有平常比较不会吃到的 那个叫什么豆苗 菜苗这种 颜色都很不一样 有紫色的也蛮多的 然后光是生菜 就有四五盘不同的生菜 在选择上 为什么会以这么多种来去选择 有很多女性的客户 她午餐并不想吃得太多油腻的东西 她可能只要沙拉 面包 汤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午餐 轻食 那我觉得一个丰富的沙拉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蔬菜 水果 包括三种不同的酱汁 都会型的女性 她觉得说 这个很符合她的需要 那有一些如果没有时间 在这里慢慢吃 她也可以用一个餐盒 然后外带回去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吃 也很方便 这里有外带 可以 跟平常想象中的制作吧 真的不一样 是 然后用很平价的方式 就可以吃得到 她选择自己想要的菜品 还有沙拉是这样子 这样真的很多元 都是自己喜欢吃的 而且重点是 跟平常自己煮 或是外面吃到的味道不一样 在菜单上的规划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们在吃蔬食 最主要是需要一些 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我们有一些豆制品 豆腐的料理 有 刚刚有吃到一个是什么 蟹黄豆腐 蟹黄豆腐 蟹是蟹蟹蟹 蟹蟹蟹蟹 蟹蟹蟹 然后包括你说的鹰嘴豆 这些豆制品 鹰嘴豆腐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我自己认为要有一个 大概211的比例 25%的蛋白质 25%的这个是碳水化而物 因为50%大概是蔬菜类的 是这样来设计的 所以其实也是有一点小巧思在里面 就是希望大家吃得可以很均衡 对 所以在整个自助吧 就是菜品八到十道左右 但是吃得很丰富又可以吃得很饱 所以像这里的主食就是意大利面 糙米饭 为什么选择糙米饭呢 用宜兰有一个行建村的有机糙米 那我觉得糙米饭是全穀物 其实吃的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这里没有提供白米 大概是这样做设计了 但是其实糙米饭 我刚吃没有想象中的硬 是 有些人不喜欢吃糙米饭 是可能它口感比较硬 比较不好咬 是 但是在这里用餐的时候 其实没用 是 是 谢谢 最重要的忘记了 刚还没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料理 白鹿到底适合吃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buffet里面 Veganana里面有看到一道 就是炉烤食酥 对 炉烤食酥是我们 不会替换下来的一道菜 是一直都会进驻在 Veganana里面 这道菜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品牌 叫Vegan Amor 里面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它把一些食酥 用一些简单炉烤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一些buffet味醬 让客户可以吃得到它的风味 成为我们的经典菜馆 不下降 不下降 对 刚才吃那一道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殊的香气 是 就是刚说到那个buffet味醬 对 设计这道料理的时候 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吗 它比较像是地中海式的料理 所以就是保持这个食物的原样 再加上一些简单的调理 所以我为什么当时在讲的时候 我们这里并不限定是中餐 西餐 不同风味的餐都可以放在里面 如果去我们餐厅吃单点价格比较高 我们在这里放在buffet 大家平常来都可以吃得到 对 去吃到饱的buffet 面对眼前几十种的菜色 总是失心风不停夹 一不小心就夹太多吃太撑 却不一定吃得均衡健康 究竟想健康瘦 能不能吃buffet 怎么夹才可以吃得刚刚好 赶快搜寻东新podcast 让蜜亚营养师告诉你 其实除了这个 我们的维格纳拉的这个buffet之外 还有一块非常特别 就是这个蔬食研究所 是 料理教室 对啊 我们有两个料理教室 一个是厨艺教室 一个是烘焙教室 有分两块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的品牌 除了蔬食的餐厅 也有面包店 对 那我们这里就是能够希望 把这个教学分享给更多的民众 同时也希望可以培育更多的青年 我发现 因为台湾这么多的大学 在学校里面教蔬食料理的非常少 对 然后我也发现很多年轻人 想要学烘焙 学西点 跑到国外去学习 那花费很多的这个钱 那其实来这里 如果有机会开很多的课程 他们就可以在这里学得到 很好的这个一技之长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请了好多的这个料理的老师 烘焙的老师 都在这里开盘授课 而且全部都是蔬食 对 这些老师来这里上课 也觉得环境特别好 有时候到外面不同的教室 他觉得说 有的是做荤的 有的是做树的 终于来到一个全蔬食的烘焙教室 他们特别喜欢 不怕厨具有什么不一样的 混在一起 所以其实在整个料理教室里面 听说也是有几位老师 他们蛮发行的 对 我们有进驻了一位老师 金子玲老师 他在研究蔬食料理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他不单研发 他自己也落实 包括他生了一个宝宝 从怀孕到现在 都一路都是蔬食 所以我们看得到 孩子很健康 妈妈的样子很年轻 他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那我也希望说 能够帮助客户来这里 吃得到 学得到 而且可以带回家 跟家人分享 好多位很棒的 这个蔬食的料理的老师 包括杨开瑞老师 包括Andrew老师 包括我们认识了好几位 甚至国外的老师 他们最近联系 也愿意来这里开课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就是什么时候开课 有什么样的课程 都可以到直径的官网上去看 是 先抢先赢 因为很多课 我相信很快就额满了 而且这里的课程也 应该看起来 应该是比我们在外面 很多专业的课程里面 还来得便宜一点 有 稍微便宜一点 有 又比较便宜一点 这个是我们跟老师之间的共识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以推广 蔬食教学理念为主 所以希望能够 比较便宜的价格 能够回馈给客人 我发现其实很多料理 非常的不一样 我那时候在看 就是还有自制优格 对 然后意大利面的做法 也不太一样 昨天就有一个 康普茶的教学课程 最近超夯的康普茶 对 未来还有盐曲的教学 各式各样的课程 我们都有 做西典蛋糕 维典都有 都有 就是超丰富的 又可以吃又可以学 是 所以很开心就是来到 这个指尽的地方 是 维典娜拉这样子一个宝费 还可以到旁边去学一下 这个怎么做 舒适料理 对 然后再把它带回家 自己也来做 真希望哪天可以看到 就是 善果里面的菜单 某一道特别喜欢 特别受欢迎 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自己来走走看 我们也会请我们的主厨 未来都在这里开特 太棒了 那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关注一下 感谢严总的介绍 那等一下我们回来 就要来分享 严总她在 这个蔬食的 社会企业的理念 究竟是如何 接下来要跟严总来聊聊 当初在创立 善果餐饮这一块的时候 是抱持什么样的理念 来创立的 是 严总其实您过去 自己也是经营 那个 婚食餐饮这一块 很长一段时间 四年的时间 其实也是蛮成功的 但后来为什么突然 就是要转变成 蔬食 我想当时 我自己本身开始 有一些学习 那我们希望可以 让公司成为一个 利他的经营企业 如果我们的这个事业 是能够利益我们的同仁 利益我们的客人 甚至也对这个环境好一点 也许蔬食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第二个是说 我自己上课发现 蔬食对健康确实是很有帮助 怎么说 包括我还有我的家人 都因为食物的改变 对自己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一些 这样的召唤和声音 台湾的吃素人口比例是 世界第二高 那过去有很多前辈在经营 蔬食的餐厅都很了不起 很努力 很坚持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帮助年轻人 好好地经营蔬食的餐厅 甚至有机会走到国外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当初在转型的过程 年龄已经是要将近要五十岁的时候 他在中年这个时间来选择重新创业 对 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勇气 对 有时候我们说五十就知天命 就是五十岁以前我觉得 我可能会努力地在工作 发展事业 但五十岁以后我想做 比较有意义又可以帮助年轻人的事 所以这次创业就是以能够帮助青年创业为目标 完全是以利他为目标 这是我最希望想做的 是 所以其实刚刚就一直说到 要帮助青年 帮助青年 所以从第一间这个上善斗家开始 那一路到现在的 最近又开了像拉面店 对 对 那个nalla这样子一个buffet形式的 也都是以这样的目标来做 就是选择 对 严格讲我们应该是 一两个品牌多开几家店 对 但是因为刚好这几年疫情 那我们觉得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把各种蔬食的可能 先把它架构好 都先来开一开 先开一家店 先开一家样板店 拉面店也好 轻食的buffet也好 我们先开一个样板 确定它可以经营成功之后 我们再让年轻人去发展 所以不是说先开了就让年轻人自己进去试 是你们要先试一下整个营运的状态 然后形式菜色等等 通常每一个品牌的第一家店 是由公司百分之百 我们先来创立 确定成功之后 我们就想让年轻人来发展 让他有机会可以当股东 让他可以赚更多的钱 然后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也开餐厅是这样子 当初会想要让年轻人 想要培育年前这一块 还是您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 我刚刚提到 因为台湾吃素人口比例这么高 可是一百多所大学里面 只有一个大学有蔬食餐饮科系 所以代表是说 我们少了一个帮助年轻人 来经营蔬食餐饮的一套完整的系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开了这个蔬食研究所 为什么我们希望多品牌 就是觉得说 如果从台湾出发 有一套办法 能够让他们进得来 学得到 出得去 自己拥有一番事业 然后赚到钱 改善家庭 再去帮助更多人 我那时候在跟严总聊天的时候 其实就有问到说 当初像这样子 比如说像开样板店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去经营一间新的店 也许是加盟 或是自己就是做这个店长 不只是开像上国的这种企业而已 还有开自己的品牌的 对 如果他留在我们这里叫内部创业 如果他想自行去创业 当然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有好几位我们的青年 都在外面开店 开得很成功 面包店 西餐 中餐都有 甚至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 北中南都有 当然他愿意留下来 我们就会有计划地帮助他来发展 如果他想自主 当然我们也祝福 也帮助他 也没有问题 其实很多的企业 现在都希望可以培育年轻人 对 那当然目的一定是希望他可以留下来 可是你们不是以他一定要留下来为目的 这个叫以中为始 他愿意来经营蔬食餐厅 已经这么不容易了 但他如果定下这个目标 我们就帮助他来完成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是善果餐饮有一个大目标 希望他们join来完成 而是他们愿意来经营蔬食餐饮 我们愿意帮助他来完成 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成本上不会说很消耗吗 倒不会 因为善果餐饮本身也不断地在发展 不断地培育青年 那很多青年在这里 我们也帮助他 让他有机会可以成为股东 他留下来 我们也很特别高兴 有一套发展计划在他身上 甚至于我们接下来还有新的计划 不只是青年 有一些中年 中壮年 都有可能可以 二度就业 对 只要他们愿意从事素食餐饮事业 我们都很乐意来帮助他 您当初是发下一个很大的心愿 就是要帮助 一万个年轻人 为什么是一万位呢 我在八年前读了道圣和夫 就是日本有一位金银之圣 大家都认为他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家 然后读了他的书 我就有收到很大的学习和感触 我也加入他的一个学习的私塾 叫圣和鼠 认为说原来一个企业家 不应该只是完全以赚钱为目的 是应该可以照顾好员工 照顾好客人 回馈这个社会 但我认为素食就是如此 它又环保 它又是一个绿色餐饮的好的事业 那如果我们起步 帮助年轻人能够做得起来 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以利他为精神 来创办这样一个餐饮事业 我听说其实您过去 有提倡一个服务 感动服务 对 感动服务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服务的目的 不仅是让客户满意 而是可以让客户感动 跟我现在在提倡的这个 代客如亲的用意识一样 如果把客人就当作是你的家人一样 这个就是最好的感动服务 每一道菜我都很愿意去参与 陪同跟师傅一起来研究 您亲自下去参与 对 我就每天都在试吃 所以他们说我每天都 永远不断地在试吃 我一天通常大概有两顿饭 都在餐厅里面用餐 因为以前我曾经试过 一次试十几道 就试到最后我已经很撑得 吃不下了 食之无味 后来我发现一天试一餐 试一道菜 然后试了之后 马上再重做一次 再改善 再改善 有时候甚至于七至八次 终于把它调整成最好的状况 它就成为一道经典的菜款 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样子一道菜 也传授给年轻人 对 觉得有时候慢就是快 你慢慢每天一道一道来 反而最容易找到那种 比较好的这种方法 也是能够比较找得到它的精髓 大家来够这样子一个 蔬食的餐厅 蔬食的环境里 您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有什么样子的体会呢 吃素不严肃 吃素不严肃 对 哪个盐 哪个素 它有两个意涵 第一个我觉得吃素是很开心 哪怕你平常是吃婚的朋友 来到这里也吃得很高兴 很自在 不是宗教试得那么严谨 而是能够吃得很欢喜 第二个盐是不严 就不说它是素的 所以你来这里吃完了 甚至都没有发现 原来今天都没有肉 所以叫不严肃 我们有个汉堡店 很多客人吃完了 他都不知道那个肉是素食的肉 所以他才吓一跳 原来这个是素的 我们不说你也没有想到 所以吃素不严肃 是 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来到像善果餐饮 这样子一个集团里 所有旗下品牌 都可以一起有感受到 吃素不严肃 不说吃素的 但是你也感受到非常地欢喜 然后不觉得吃素 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是 那我们也希望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里 我们的Vegan Nala 一起来享用好吃的 谢谢 蔬食Buffet 那今天我们心里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好朋友 记得要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我们 然后还要把我们追踪起来 加入最爱 记得完整版在Podcast 别忘记一定要收听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VP 谢谢